在低前線工作的醫護人員不是只有淚而已 他們還是有實質的危險 所以我們還是給他最大的加油打氣 特別是 因為本人也是從那個區域出來的 所以 這個大家就加油了 撐住 確診數目沒有如從大家內心期望的說 大家很快就減少了 不過至少在很嚴格的疫情管制之下 其實我們這個疫情的數目是 每次確診數目是有控制 所以也要跟視頻朋友講 通常我們會覺得好像很漫長 坦白講這兩個禮拜多來講也是很累 但你想想看我們是5月18號才全國停課 到現在都還沒差不多10天而已 所以我們覺得很漫長其實只有10天 事實上這很嚴格的管制 要看出效果 差不多要兩個禮拜以後 所以也呼籲市民朋友 希望要撐住 如果我們這種防疫的措施有不嚴格的話 感染的數目是會飆升的 我想昨天台大醫院的院長也在臉書上求救 那我想這個第一線的醫師也都很清楚 急診 那有很多人一直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台北市病房加起來不是好幾千床嗎 為什麼只能籌出這個隔離病房 這種防疫專用的病房差不多一千床而已 所以我跟大家講一下 醫療是有他的分工跟專業 比方說開腦的醫生 你叫他去開心臟他也不會開 那我們過去二三十年當中 專科醫師實施的太徹底了 所以事實上我們現在整個 當然是這樣 分工越續他效率越高 可是遇到緊急病故的時候 他轉換是有困難的 所以常常我知道現在很多急診的 副理師也在抱怨 我們給他支援 從其他病房 不管從護健科病房 或爾比歐科病房 你現在調一個副理師到急診去 有時候急診還嫌他 當然就定跌了 就是說 因為他不熟 所以有時候要跟 市民朋友解釋說 為什麼醫療會很緊繃 因為醫療他要轉換 整個系統要充足 是需要時間的 就好像我們防禦旅館 要分成一般防禦旅館 居家防禦旅館 還有專搜快災陽性的 講起來很簡單 還有醫院 就是說我們現在確診的病人 要分到不同的地方去 要把他擺到適當的位置 坦白講這都需要時間 還有另外整個防禦旅館 裡面醫護人員的訓練 還有監視器的重新購置 整個系統的運作 所以有時候不是只有硬體 軟體的改進也需要發一點時間 所以要跟市民朋友解釋說 很多人在問說 台北不是病床 好幾千床 為什麼防疫專責病房 可以湊到一千床而已 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轉換需要的時間 重新訓練也需要時間 也不要幻想說 開心臟的意思 突然有辦法去開腦袋 死亡數 我猜還會上升 至於說大幅上升 我對台灣的醫療還是有相信 另外一點 我也相信 台灣的國民的素質 特別是還是再講一遍 我們是叫你在家裡 沒有叫你在家裡 打麻將聚餐 這還是要注意的 不是不出門而已 是不群聚 這一點 只要大家能夠稍微控制一下 這死亡人數也許會上升一點 但是不會像印度那麼慘 死到連路邊都在燒屍體 大概不會那麼嚴重 所以 所以有合作的國民 我們本來醫療體系的基礎就不錯 這樣的話 會上升一點 但是不會大幅上升 那麼 我想我們還是要給 最前線的這個醫護人員 還是要給他加油打氣 坦白講 這個是這樣 就算你打疫苗 抗體要發揮作用也是 兩個禮拜以後的事 更何況 打第一劑 也沒有保證百分之百 打第二劑才會比例會上升 所以事實上 在第一前線工作的醫護人員 不是只有累而已 他們還是有實質的危險 所以 我們還是給他 最大的加油打氣 特別是 因為本人也是從那個區域出來的 所以 這個大家就加油了 撐住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觀看數超過30億 九四藥客宿 2020台美四次大選 才年發燒影片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文藝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APP 即時新聞 不漏街 不漏街 不漏街